如果我们能够安住 就不会执着 没有挂碍 心也能自由自在 因为没有这个正念 你说多可怜 所以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绝对要跟他交这个戒律 跟这个因果的关系 他有这样的话 他在他人生当中日子很好过 因为怎么样 那个不是我的东西 我不去拿 他会有那个想出来 这个是不好 你想想 我的东西别人拿 你的东西我跟你拿来 你会高兴吗 不跟你讲 而且你也不想给我的 我跟你偷来你会高兴吗 你一定不高兴 对不对 以前是抓到就打 对不对 你为了一点点钱 被人家打到头皮 头破血流 然后去疫病 反而更不值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想 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希望别人拿 那怎么能够突破我们的困境 努力用功 读书的话 小孩子读书的话 好好读书 能够翻转你的环境 那我们工作的人 就是好好工作 不要说一面工作 那个就一直看人家的手机 没有好好工作 这样是很不恰当 你以为是偷到 那个老板的那个时间 偷到自己 这样子的话 那个福分会越薄 只是我们看不到 那个结果而已 所以当我们戒律的精神 在小孩子就有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人世间 会得到一个 人家会很喜欢我们 而且我们会越来越宽广 所以要有正确的心 就不会被这些外面的这些境界 把你转走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思想 再说一次 思想造成行动 行动造成命运 这个是很正确的事情 我们大家还是互相勉励 起烦恼就要想办法降服烦恼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安住 就不需要降服烦恼了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桃园采访报导